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逐年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可靠性测试及不良分析专业公司 2001年QRT半导体是为国内半导体和电子产业发展做出贡献而创立的 我们拥有在海力士半导体等世界领导半导体及电子厂商工作30年多的积累核心质量测试 及分析技术的专业人力资源 并作为基于最佳基础设施的韩国首家工业及车辆用半导体的国际认证可靠性测试机构 与客户的成功同步发展 以位于京畿道立川的总部为主 中青北道青州市 庆上北道硅伟市的三所地区事业厂和附属研究所 为了提供从包括半导体的电子配件及电子产品的设计阶段 到使用环境所需的所有可靠性测试和故障分析等符合客户要求 做出不懈努力 QRT半导体为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可靠性测试中心 做出不断的努力 作为可靠性测试必须阶段的寿命及环境测试 还包括高温动作 初始生命不良 高温低温温度及温度循环测试等所有测试项目 尤其除了机械冲击测试 振动测试 转距测试 Tout测试以外 重现制造工序 使用者环境等有可能发生的物理现象等积极应对不同的客户要求 不良分析可以查出在量产产品或开发产品发生的动作错误 因此在质量问题发生后进行改善活动时 可谓是最基础的关键领域 不良分析可分为用X热线超声波检查的无损检查和拆解或切断产品及配件后 通过SAN 红外显微镜 光学显微镜精密进行分析 找出不良的损害检查 我们基于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秘诀 不仅在半导体领域 还在LED、PCB、手动元件、材料、配件等广泛领域提供分析服务 不仅如此 QRT半导体为了防止半导体不良问题中最重要因素的静电现象 进而确保可靠性 按照JDEC、AEC等国际标准进行ESD测试 评价产品对在机械或人体瞬间发生的数千瓦以上的静电的耐久性 通电于产品的电荷、放电时产生的现象等 我们提供HBM、MM、CDM之ESD现象的三大测试模型 拴索以及EOS测试 QRT半导体还提供这些电路发生问题 所需要功能改善时使用被称为半导体手术设备的FIB 来切断和连接电路的电路修改服务 此外,切断半导体内部的芯片可以精密分析断面结构 缩短设计验证及弥补所需的时间 QRT半导体的FIB服务不仅提供给半导体领域 还可以分析钢铁、LCD用玻璃的表面及断面 制作用于TEM分析的事件等 我们积极应对客户各种各样的服务要求 基于韩国一流设备和积累的技术力量 积极应对客户各种要求的QRT半导体 好像证明QRT半导体的技术力量一样 我们2002年获得了ISO9001质量经营认证 2004年在韩国首次获得半导体可靠性测试 国际认证机构 还与车辆用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增长接轨 2009年获得了AECQ100和101规格的国际认证机构的认证 加上于2010年建立企业附属研究所 积极开发测试分析技术 及对客户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 如此以来 QRT半导体成为对所有测试及分析结果 发行跨越韩国和国外的KOLAS国际认证测试成绩单的韩国首家厂商 在海外市场基于认证的优秀技术 将韩国大部分的中和半导体厂商 无精原厂半导体公司 Fundering Package PCB 以及电子配件元件厂商 等全世界500多家的半导体电子产品厂商 提供技术服务 此外 与韩国电子通信研究所 电子配件研究所 汽车配件研究院 共同进行研发或课题 为电子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不断挑战绿色产业配件元件 及国防太空用电子配件 及半导体质量认证等新领域 还通过进军中国 日本 美国等海外市场 打下广泛的增长机 以更大的客户满足 和动人的服务 实现最大价值的 可信赖的伙伴 这就是QRT半导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